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 中法关系60年珍贵历程 将使我们更好思考 如何开启下一个60年 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下 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 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打造新时期互信稳定 守正创新 担当作为的中法关系 双方要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 要坚持相互理解 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 要坚持高瞻远瞩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要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反对脱钩锻炼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法方保持战略沟通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 挖掘互利合作广阔潜力 促进双边贸易向上平衡 中国愿进口更多法国优质产品 推动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机制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希望法国向中国出口更多高技术 高附加值产品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航天航空等传统优势领域合作 加强核能 创新 金融领域合作 拓展绿色能源 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国已经实现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 将加快开放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欢迎更多法国企业复华投资 同时也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复法投资合作 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稳定发展预期 习近平强调 中法都是文化大国 双方要加快人文交往 双向奔赴 继续办好中法文化旅游年各项活动 积极推进文物联合保护修复工作 和世界遗产地结好等合作 中方欢迎更多法国朋友复华 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 延长至2025年年底 推动未来三年 法国来华留学生突破1万人 欧洲青少年来华交流规模翻一番 中方支持法方办好巴黎奥运会 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复法参赛 中方愿同法方深化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合作 支持法方办好联合国海洋大会 鼓励两国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结队 中方也愿同法方加强在人工智能治理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对话沟通 马克龙表示 今年法中将共同隆重庆祝 法中建交60周年 法中关系友好 合作富有成效 不仅涉及高尖端技术 也包括气候变化 海洋多样性等全球性议题 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 双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再次彰显法中合作的潜力和前景 当前 世界面临诸多紧迫挑战 法中关系处于成前起后的关键时刻 法中关系具有深厚底蕴 双方相互尊重 着眼长远 加强合作 将为解决全球性挑战 避免集团对立对抗 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法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密切 双边经济关系和多边沟通协作 推动法中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成果 法方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农产品 同时将对中国保持市场开放 不会针对中国企业搞歧视性政策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包括高技术企业 复法投资合作 法方愿同中方加强航天航空 民用核能等领域合作 共同办好今年法中文化旅游年活动 欢迎中方派团出席巴黎奥运会 法方愿就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 人工智能等全球性问题 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 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该为和平解决热点问题发生 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出力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 双方发表 关于中东局势 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 生物多样性与海洋 农业交流与合作 四份联合声明 签署绿色发展 航空 农业食品 商务 人文等领域 近20项双边合作文件